有些人认为中国可能会步日本的豁程 那么赶不上美国 当然我对这个看法我不太同意 全国政协常委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 在全国两会期间回答中心社记者提问时 对一些美国学者宣扬的中国经济见顶论 把中国看作下一个会与美国经济越拉越远的日本予以回击 90年代以后日本也出现了口岛灵化 那么日本的经济增长也很慢 有些人就认为中国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样会失掉动力 但是我觉得这个看法是不准确的 因为对经济增长来讲 劳动力当然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有效劳动 就是劳动力的数量乘以劳动力的质量 过去是数量的红利 现在是质量的红利 我们常讲的未富先老的国家 实际上进入人口老龄化以后 它的经济增长率不仅没下滑 而且还比前十年还要高 为何步入老龄化还能实现经济更高增长 林义夫认为除上述人才红利外 处在追赶阶段的未富先老国家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空间较大 我属于在追赶的国家 还有这个货来者优势 还有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空间 林义夫还提到中国在新经济绝大多数领域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 且具备人才市场等方面优势 在新经济的技术创新上比其他国家更具优势 我们还有一个优势 也就是已经供智能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 那么这个新经济 我们跟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条起跑线 并且中国在新经济上面有三个优势 一个就是说它以原理资本投入为主 那么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 中国有非常丰富的原理资本 中国有很多具有企业精神 也有技术能力的这些天产 任何技术创新新产品的银化出来以后 我们可以快速进入国内市场 达到规模经济 国内市场规模大 我们规模经济实现的速度可以比他们快 那么我们的竞争力就强 第三个我们国内有最好的产业配套能力 但我相信只要我们继续创新 产业升级生产率水平提高的速度 人形GDP提高的速度 高于美国的速度 那我们一定能赶上美国 第三个人 我们必须要注意点